杭州亚运在今天晚上开幕 但是体育赛事却染上了政治色彩 还影响到了选手的参赛权 今天晚上受邀参加开幕式的外国元首 包括了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被外界解读为是中国串联反美势力 而印度则是有三位选手 因为签证无效无法入境参赛 这三位选手来自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·恰尔邦 中国声称拥有这个邦的主权 三位的代表选手因为两国领土的纠纷 而无缘参赛 中印领土纠纷烧到了杭州亚运 中国的代表选手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在中印领土纠纷 有些资格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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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名来自印度阿鲁纳·恰尔邦的武术女选手 无法下载参赛的资格卡 因此无法成行 背后原因是中国不承认 印度对阿鲁纳·恰尔邦的主权 并强调中国才拥有 这个地区的主权 你提到这个阿鲁纳·恰尔邦 中国政府从不承认 所谓的阿鲁纳·恰尔邦 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主办方便称 中国并没有拒绝任何运动员入境 印度外交部强烈抗议 中国签发无效签证给参赛选手 印度体育部长也取消中国的访问行程 习近平22号接待来访的 双方还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被外界解读是中国串联反美势力 综合报导